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老家是东美的 然后昨天刚刚从美国军军山飞回来 回国内过春节 第一件事 海蟆 小蟆 给家人一个拥抱 吃锅包肉 国外的这种吃得上要求真的 要求不上去 没有国内的地道 所以回国第一件事去吃 而且已经有好多朋友已经约好了 基本每天都得吃 三年没回去 想看看海蟆 就是建设的怎么样 想陪爸妈出去逛逛 买一些新年的年货 扫小花 他们那边有花甲很多的 巨重打麻将 但是不是赌博 然后还有一起聊天 然后之类的 特伦亚的房子怎么转悠嘛 炸酥肉 然后就是做一些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 我换换鞭炮啊 就一家人在一起啊 谈谈人啊 就是去南美洲旅游的时候买了一些那边的雪茄 然后带了一些那边的酒 然后一些西洋参 北京特产酒 带了两支酒 给我爸喝 然后这也是吃的 这都是给孩子买的吃啊 带的牛肉干啊 奶片啊 这些都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是吗 核桃 葡萄干 狗鸡脂 小莫像黑芝麻嘛 像油 这是麻将 其实我老家也有 那也有 只不过想给老家带一种不一样的口味吧 除了一些衣物以外 还有送给爸妈的两箱苹果 因为感觉这边北京的苹果稍微更好吃一点 做好了 你做好了 学会了终极微观经济学 迈出了一下自己的第一步吧 我辞了工作 在家宅了三个月 就是没有出过门 认识了很多地产业的好朋友吧 脑子的想法更多一点了吧 之前的工资是因为疫情 所以被迫过门 那换了新的行业 从之前的阴霾走出来 算是最大的变化了 提高了我的自身的素质吧 我的嗓音都提高了 烟乱都叫我买了 十月来了 牙齿白上也好歌手买了 就是顺利利的吧 希望自己在两年之内能完成自己一个其他人的五年目标 让小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老人身体健康 孩子都是平平安安的 也想工作顺利吧 每天开开心心的就好 希望自己能学习成绩更好一点吧 我要回家过年了 祝福我的女儿 财云和公国 我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你们也早点回家